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谢谢周冷华牧师基金会同工的邀请 以及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 今天我们所定罗马书跟保罗新冠这个主题 好 谢谢 我们之所以定罗马书跟保罗新冠 并不是只有关注在保罗书信里面 所涉及保罗新冠的相关议题 或者我们只觉得保罗新冠的议题 只跟罗马书有关联 严格这么说 既然是论及保罗神学当中的保罗新冠议题 当然跟所有保罗的书信都有关联 因此在今天下面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多少还是会引用一些除了罗马书以外的书卷 不过盼望最后结束的时候 用罗马书的主要论述 把这关乎保罗新冠的重要议题 最后做一个收尾 保罗新冠这个词汇 从1983年 有一个欧洲的学者 当然首先提出来 不过事实上在他之前 已经有一些学者 针对传统所认定保罗神学的核心议题 因信德称义其实已经有一些不同的论述 是基于这个论述 所以Don在提出他对于保罗神学的新观察之后 他称这个新观察是保罗新观 不过当然从1983年到现在为止 这差不多已经40年的时间 随着他起初的观察 到后续学者继续不断的挖掘 深入的研究 今天保罗新观的观念 已经与他当初提出保罗新观的观念 已经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我们下面会分好几个部分 不同的面向来看他 我们先走一下这些序论 从宗教改革以来 受马丁路德对因信德称义 这个教义的强调 学者与教会一直以来都是以罗马书 甚至是以是看这因信称义是罗马书 或者是保罗神学的中心 然而在这过去一百年来 这个情况似乎有一点改变 首先是怀者他提出来 认为这因信称义 其实是个用来对抗当代犹太主义者 也就是特别强调要遵守摩西律法 即便是已经是基督徒了 其实是当初之所以提出来 是用来对抗犹太主义者 错谬的教导而用来纠正的教义 甚至是个路德 持音里加尔文 将自己神学投射在保罗身上的教理 意思就是说 其实到底原初这个因信德称义的教义 真的是像我们现在所理解 也是保罗提出来为了让他救恩论的论述 更清楚而提出来的吗 或者其实是后来的人 特别是宗教改革这些著名的教会领袖 将原本保罗书信 特别是加拉太书当中 保罗论述因信德称义的教义的一种误读 把他们自己当时在天主教当中 所面对那个律法主义的概念 读进了加拉太书里面去 他之所以会这样说 事实上是基于好几方面的理由 第一 将耶稣死而复活的意义 赋予漠视性理解的救赎观 是一种保罗神学不具有外来的解释 第二 他说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这种神秘式的救赎观 才是保罗思想的中心 第三 他说是从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这种神秘主义式的救赎观 才衍生出因信德称义 这种法庭式的教义来 因此他认为 罗马书 罗马书的核心概念 并不如我们过往理解的他的重心 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 或者说讲得更精准一点 从第一章十八节 一直到第四章的末了 他说其实不然 罗马书的核心信息 其实应该落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 也就是信徒与基督联合并体贴圣灵的新生活 当然这么早提出来关于对于罗马书 或者对于因信称义这重新的解读 当然他并不是第一人也不是唯一的 另外有一些学者 他们不同意因信德称义为罗马书的核心概念 认为将人寻求救恩的动机 归咎于人内心而自觉有罪的观点 这个不是来自于保罗 而是来自于后来的读者 好比说路德自己 是后来的读者将自己的感受 投射于圣经的结果 另外一个学者叫做Standard 他的观点 他的观察 或是他提出的意义 是这样 大概分成以下的几点 他说 尽管保罗是在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宣讲弥赛亚的福音 但是他对犹太人的观点 其实重点不是救恩论 没有犹太人得改信基督教的问题 所以换句话来讲 他认为其实在讲这阴性称义的时候 保罗的关注其实不是救恩论 那不是救恩论是什么呢 他认为其实保罗并不同意巴勒斯坦犹太教 的二分法 意思就是说理解犹太教真正有巴勒斯坦地或者外地之间的区别吗 他认为保罗在从犹太教转为基督徒之前 他并没有良心就罪责的问题 相反的他认为保罗自觉自己在律法上的意义是无可指责的 在犹太教中没有不满或自觉表里不一致的内在矛盾 并没有因遵守律法而挫折 他认为保罗神学的关注不是人类学 意思就是说人要如何才可以找到神 他认为保罗神学的重心也不是救恩论 也就是说他认为保罗的关注不是人要如何才能够得救 他认为保罗神学的关注其实是教会论 也就是说外邦人可不可以在蒙恩之后 如同犹太人基督徒一样 在神的祝福中有份与犹太人可以平起平坐 他觉得这个才是保罗神学的核心 因此他认为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序 是用来凸显罗马书第九到十一章 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在教会里共存的这项论述 这个当然跟传统也蛮不一样 第三 他认为因性得称义不是保罗神学的中心 那是他后来想出来用来解释神的圣地 也就是外邦人是如何可以合理的成为神的百姓 基于他以上对于传统 对他来讲 基于以上那些传统对于罗马书的中心 或者说因性得称义的理解 他不同意上述 然后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论述 因此我们将他的观点稍微总结一下 Standard他认为保罗不是从罗马书第一到第三章 那里所说人皆有罪的事实 推论出基督福音成为救恩之必要的结论 换句话来讲 他不认为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那里所说 世人皆为罪人都有罪 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寻求救恩 他不认同这样子罗马书这样的理解 他看保罗在这里是从困境的解答 推论出他觉得困境的原因 既然弥赛亚已经来了 可见得这个世界或者世人必然是有罪的 意思就是说传统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一到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保罗既然说世人都有罪 外邦人犹太人没有例外的 所以人既然有罪理所当然应该寻求救恩 不过他觉得其实经文不是应该这样理解 经文应该是理解为 其实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罪 不过因着耶稣基督赐下是为了要赎罪 所以那个当被赎罪的人 他才发现其实我们都有罪 这个是从问题的答案的 回去理解原来问题是这样存在的 在他之后当然就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 我们传统上称这个学者 事实上也有些学者是这样说的 当他提出他的论述完之后 甚至有人这样说 哇 基于他的论述几乎是撼动了传统教会信仰的根基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论述到底有多特别 Sanders他更新了犹太教律法官的理解 换句话来讲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来自于路德中或者说改革中 对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律法官的理解 基本上来讲是这样 第一世纪犹太人 为什么他们那么严谨的遵守摩西律法 其实是因为他们多少 或者说是非常严重的受律法主义 或者说功德主义的影响 所以他们很严谨的在遵守摩西律法 企图为自己换得一个为神百姓 或者说是得救的身份 Sanders对于这个观点 基本上来讲他不同意 那他不满意这些学者 尽管这些学者声称 他们的论据从主后第三世纪 就有这样观点的支持 不过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所以呢 他做了他自己独特的研究 他仔细的在研读了 建约时期的犹太文献 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谓的 赤金或者说脱明外点 他仔细研究了在昆南社区的石海古圈 当然他也花了相当多的功夫 理解从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的拉比文献 当然我们到目前为止 圣经的学者对于第一世纪拉比的文献 基本上来讲是从缺的 那怎么能够理解 既然文件从缺 当然你知道在第一世纪 耶路撒冷被毁的前后那段时间 整个巴勒斯坦是非常的混乱 对于第一世纪拉比的文献既然从缺 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第一世纪犹太拉比他们的律法官呢 他们是怎么看圣殿的敬拜 他们是怎么看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他们作为神的选民 非要那么严谨的遵守律法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必要性 所以他变查了 我们刚刚说的这主要的三群文献 包括拉比文献 建元文献跟十海古卷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大概分成三点来描述 第一 神拣选了以色列 并赐他们摩西律法 神赏赐遵律法的人 惩治违背律法的人 这个律法不但作为神拣选以色列的标记 约记 也提供遵守律法的人得有救赎 持续与神有与约相细的关系 第二 神人之约固然是为人预备了救赎之法 但约本身还是要求在约内的人顺从诫命 因此得救或蒙拣选是凭恩典 行为并不赚取恩典 但是人留在约内 人为他成为或者说持续有神百姓身份的条件 第三 保罗回顾他自己从犹太教转入基督教的过程 对犹太教没有任何不满 因信德称义既不涉及对律法主义的批评 也就与犹太律法无关 Sanders他不认为好像传统对于摩西律法的批评或者说不满 Sanders不认为好像传统观点所说的摩西律法的价值只有阶段性的功能 他也不同意摩西律法在死人得生命的事上全然无能的说法 意思就是说摩西律法其实并不提供给那严谨遵守律法的人有得救 或者有心生命的盼望这件事情 因此对他来讲摩西律法之所以被取代 只是因为他承认神在基督里有了更好的安排而已 意思就是说摩西律法本身来讲没有任何的功能不足 谁也没有看他就功能本身来讲有什么缺陷 只不过时代已经改变了 如今人需要借着相信基督才能够得救 换句话来讲过去就是摩西律法 不过呢现在呢已经有耶稣基督救恩了 对于Sanders将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犹太教所具有多重的律法观点 意思就是在第一世纪在犹太人拉比之间 其实对于诠释摩西律法其实是有多重观点的 那Sanders他的做法是这样 在这多重的观点当中 他取了最大的公约数 而将这所取最大公约数的概念 化约成为一个 成为恩约守法主义这样的结论 对于诠释摩西律法 对于诠释摩西律法 对于诠释摩西律法